各位,昨天是南京大屠杀死人死难同胞的纪念日 这是第十次国家公祭的日子 后山月光问到西方总是回避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尤其是对应于犹太人在以色列大战遭受屠杀 对比尤其鲜明 一直以来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西方不知道 要知道一定会知道 昨日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全国的公祭日悼念的活动 86年时,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仰环的大屠杀 30万同胞惨租杀戮 古都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段悲惨的历史 面对这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 西方媒体视而不见,连连回避 因为西方的冷漠 以前还有一些亲西方的人 甚至说,中国人只会记住仇恨 作什么理性客观中立 这种人的骨子里面 只有劳性和血性 什么是理性?不忘历史 积极向前,不是理性吗? 什么是客观? 什么是中立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恶 中立就是中恶 然而当涉及犹太人 惨遭纳税、纳税、屠杀事 这人就不会说什么 只会记得仇恨 西方媒体更会连篇累赘 帮助人家回忆那段历史 都是二战时期的反人类行为 西方要刻意淡化一个 突出一个,依欲何为 第一,西方在选择历史 讲解历史 企图颠覆二战史观 掌管历史的论述权 第二,日本战后 变成了西方的政治盟友 为了阵营利益 宽恕日本 为了达到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奥巴马或者拜登 从都不愿意来到北京 或者莫斯科 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活动 却宁可跑去港岛 看什么和平公园 这里有一幅图 应该就是奥巴马 在港岛献花的音乐 旁边的那个 已经死了的日本首相 美国总统带着头示范 西方的弟弟 豈能不根之理 而日本这几年更加借着 却力将自己打扮成为 二战的受害者 因此 每一代的中国人 都应该将南京大屠杀 牢牢记在心中 否则他的阴谋便会得逞 当西方面对二战历史表现 精神和道德的商场扭曲时 日本人就敢去珍珠港 去慰宁 蔡英文就敢为台籍皇军翻案 当台湾省有良知的中国人 质问蔡英文的时候 民进党就会含着眼泪告诉你 转型正义和学会欢容 他们真正是为了正义和欢容吗 绝对不是 这些人的疯狂和残酷 远远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他们还是继续修改课程 不断删减中国的文言文 中国国民党 官方推特账号 昨天没有任何 哀悼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的资讯 不愧是百年难党 怕惹得日本和美国不高兴 美西方回避南京大屠杀 还有一层不可言语的历史原因 就是他们曾经有意 总容日本侵略中国 1936年11月25日 日本和纳粹德国 签订了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即是1937年意大利加入 这是日本人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争取国际支持的外交行动 而西方就是因为它含有针对苏联的内容 而袖手旁观 签订了协定之后 日本人就加紧准备侵略战争 1937年7月7日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按照计划对中国进行攻击 7至8月间日军占领了北京、北平、天津、张家厚等城市 8月日军在上海发动战争 11月上海失守 12月日军占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 为了要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 宣扬日军的杀人本领 日本人制作了南京大屠杀 而战争开始的时候 1937年5月 英国就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日本人暗时不会侵犯英国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利益 英国鼓励日本向北 即是苏联进军 美国所复航的政策更是如此 1937年1月至7月 美国出口日本的货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3% 其中大部分是铁、燃料、武器和战略物资 七七事变之后 美国继续向日本提供这一类货物 1.38年再增加37% 1.39年亦增加了34% 美国物资在日本进口总量当中 占比同是92.5% 车辆91.2% 石油60.6% 车床48.5% 生铁41.6% 美国正在帮助日本升级改造造船技术 并帮助他建立女业 1939年2月 美国驻日大师格鲁 甚至说 美国能够成为日本最好的朋友 如果日本不和其他国家 而只是和美国合作的话 去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英政府对日本侵略军 在中国犯下的涂天罪行 根本是熟视无睹 国民党政府就寄望于国际公理之上 1937年9月12日 国民党代表向国联控告日本的侵略行为 国联没有採取任何措施来维护成员国 即中国的利益 不敢对非成员国日本 1933年已退出 发起制裁 国联将问题转交给 根据九国公约召开的国际会议处理 1937年11月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士、荷兰和中国 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 而日本拒绝出席 同时邀请了苏联参加 布鲁塞尔会议 牺牲了中国人的利益 他们甚至没有通过 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决议 而只是应美英法的建议 谴责日本損害了西方国家在华的权益 苏联代表 颇掌金提议 参与国必须集体停止对日本的石油和生铁出口 这样便可以切断日本 半支九十的石油和七十五的生铁需求 依据国民约第十六条和十七条 美国和英国 法国否决了这个决议 最后会议只发表了一份无关痛恙和平宣言 苏联不得不单独援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 1938年1月 莫斯科援助重庆1亿美元无息贷款 1939年1.5亿美元 同时 苏联派出大批的飞行员和战斗机 协助中国空军参与空战 苏联这样做 当然有它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因素 但美国和英国即利用这次 这件事挑动日本向北进攻 对美英来说 日本人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并不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 如何可以从中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1939年7月 英国和日本解决了英日协定 也就是克雷奇有田协定 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权益 也承认日本有必要采取特别的措施 整顿中国秩序 等于将日本对中国的侵律行为合法化 法国甚至向纳粹德国出口大量生铁 帮助他们加强军事力 为了眼前利益 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怕死 美国则继续增加和日本的贸易额 不断增加出口到日本的战略物资数量 珍珠港事件爆发 美国自己遭到日本的攻击 局势才完全逆转 美英和中国苏联结盟 共同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 但今日西方已不愿重提共予强敌历史 反而将日本视作其价值观盟友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他们冷眼以待 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事也事不见 在舆论场上还要大唱中国威胁论 有幅图画 日军前面两个杀死了大量的中国人民 在美国控制的网络平台上 连同旅美画家李治健又画 南京大屠杀 亦因为内容敏感而遭隐 而表现犹太人被屠杀的作品 没有任何限制 越惨越好 显然西方对历史资讯是有选择的 由此可见 身为中国人更加应当保持清醒 千万不要被无原则的和平主义 人民关怀带到溝里去 西方的商标嘴链更证明我们的设立 国家公制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不仅是为了警示下一代中国人 亦是为了捍卫二战正确的史观 南京大屠杀是血淋淋的历史 绝不可能 绝不是谁能用 见盘就能抹去的 冥记历史也一场斗争 境中长命 我们绝无松懈如地 我们见到小学生向这个地方献花 大仇未报 扣炎未识 唯有自强不识 方能令死者瞑目 生者无愧